近期,网红题字使用世人杀引爆热搜 作为题字最铁闺蜜 陈依娜评论区被网友攻陷 同事大型吃播传承人 出事后百亲关系落井下石 她还能嚣张多久 今天,榜榜带大家聊一聊 嚣张二妹陈依娜 近期2022西瓜Play活动正如火如荼 榜榜有幸参与其中 还请大家动的小手多多投票 多多点赞,关注加支持 哈喽姐妹们,收到粉丝举报 这里有一家巨型装鱼王 自网红题字近橘子喝茶之后 最近又再次出现 即苗大冬后的投铁人 这个人还是题字的 挚友亲朋陈依娜 作为题字最亲爱的好闺蜜 本因为好朋友进去后 陈依娜会有所收敛 但她飞蛋不避钱 反而变本加厉 看驾驶即将成为第二个题字 吃成题字的她完美继承巨石屁 食物自然是越大越好 32斤的爆辣脆皮五花肉 25斤的肯尼亚黑铜鸟蛋 38斤的安格斯五类腐王 每种要吃的食材都比她的脸大 作为完美的提字克隆人 更是接受了无辣不欢的特质 视频中红艳的辣椒 知道的是在吃肉 不知道的以为吃辣椒呢 但这并冥想陈依娜 受万千观众的喜爱 作为提字的高定版 她的手段简直不要高级太多 什么没听过名字的海鲜 通通都被她搬上桌 这些珍贵的食材来自世界各地 有的来自温暖的斯里兰卡 有的来自印尼 深入的来自太平洋 但甭管食材多高级 她全能用辣椒站着吃 甭管东西好不好吃 只要是盘子里的东西 都光速往嘴里炫 不知道的以为是饿死鬼兔胎 除了吃相夸张 不少网友看到提字去喝茶 不免调侃陈依娜 好闺蜜都进去了 还不优着点 但其实她已经很小心谨慎了 面对网友的炮轰 她不仅不为昔日好闺蜜争辩 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嫌疑 在提字被警局请去喝茶时 她也是十分眼睛手快 光速隐藏了自己与提字抖音的合拍视频 看似是在避避风头 但这一行为背后用以不言而喻 本因为她能消停阵子 不敢再搞什么大货项目 谁知陈娜名笑暗道暗堵陈仓 表面在抖音警醒自我 结果背地里在快手放飞身心 好闺蜜进去又怎么样 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积极更新视频疯狂蓝粉 不过 注意赛前 她也不敢整什么噱头了 400斤的赫巴尔蓝旗金枪鱼 也成了过去时 现在她的视频换成了最朴实的螺蛳粉 本以为粉丝会买账 但没想到由于太小 加字器导致流量骤降 近期 她再次征战32斤的脆皮五花 照这种吃法 不少玩偶纷纷担忧 怕她成为第二个题字 但其实靠吃播走红的陈仪娜 早期并非如此波流量 之前的她是名模特 由于人气惨淡 被迫转成美食探店 但找不到没有流量密码的她 一度被各大吃播淹没 后来她走上模仿白冰的道路 从豪车粉丝推荐到富里堂皇的饭店 甚至粗鲁的吃相都还原 不过虽说是抄袭 但单天长粉就高达54万 一样她第一次尝到了流量的甜头 自此 什么题材火陈仪娜就做什么 抄袭模仿接连不断 本以为她会一直走抄袭之路 谁知她遇上了贵人蹄子 视频中大肆上演闺蜜情深 没事就起拍摄视频 吃大型食物 眼见流量飞起 直接大手一拍 将白冰和蹄子分个融合 做出了独属自己的完美吃播之路 不过在榜榜看来 不论陈仪娜还是蹄子 作为有知名度的网红 本该给观众带了正能量 而不是宣传不正确的价值观 还是劝劝陈仪娜 题字都这样了 再不转变思路 下一个是谁也难料呀 每位粉丝的评论弹幕强烈推荐 都至关重要 希望大家动的小手 多多投票 点赞关注加支持 谢谢大家